也就是说方程式的赛车是天生 制造和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要跑比赛的 所以不要谈改装 这不是改装车 完全就是一台赛车 而且你不用改 你唯一可以改装的就是你的气 胎压跟避震器的弹簧的棒数 唯一能改装的就是自己的体能 还有技术 没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廖俊雅 现在已经是在赛道上准备好了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天气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又来到赛道的地方 现在的天气已经好转了 因为雨已经停了 我们可以看到赛道上的所有积水 几乎在赛道上都没有了 这是非常好 没有雨了 这是非常好 对 没错 那么在你旁边的这位车手 就是昨天的梁汉昭 有没有机会采访他呢 有的 我现在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我们昨天排第一位的车手 澳门车手梁汉昭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 其实今天的雨天对你来说会不会会更加的难 或者你有什么担忧呢 难的话呢可能会是难一点 因为比较滑嘛 然后呢确实也会比较难控制 然后担忧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吧 我会尽我全力然后去跑好这个比赛 能不能帮忙问一下 大球梁汉昭过往是不是也有一些类似雨天的一些比赛的经验呢 那你过往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类似今天的雨天的比赛呢 过往也试过吧 然后呢就非常的滑 然后呢之前也有试过失误啊之类的 那今天有没有说应对今天的下雨的天气 你们或者跟你们的技术方面有什么去适应或应对现在情况呢 对车子调教方面 车子调教就把车子放软了 放软就抓地一点点啊 还有就是定风衣啊之类的 能说一下现在感觉吗 现在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吧 然后就只有想跑这个比赛 好的谢谢 好的我在现场的报道这么多 下面教会给演播室主持人 好谢谢阿雅 在他旁边的这只熊啊 这么高大这只熊就是这次泛珠三角超级赛车节的吉祥物 叫赛道英雄对吧阿雅 对没错 这一次呢就是我们泛珠赛第一次推出的我们这个叫赛道英雄 确实很可爱 熊子 OK好的谢谢 谢谢 时间关系呢和阿雅的联系呢到这里呢就先停一下啊 那么稍后有机会呢再和他来进行联系 刚才梁汉钊回答的好淡定啊 好像经验特别丰富一样 对啊现在的心情就差不多吧 对年纪不大但是非常老成了 那么代表着他已经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这种比赛之前的考验 那么他的比赛越来越多 虽然年纪很小 但他参加的比赛场数越多 那么他对这个比赛这个这个这个应付的能力也就越强 新的因素也就更好 现在呢呃刚才阿雅提到过呢 赛道上的雨已经完全停了 连小雨都没有了 但是这个车手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越跑下去 这个赛道路面就是慢慢的变干 赛出现越干 对所有的这个抓地情况天气情况都在变化 等于说你这个刹车点比如说100米刹车 到了下一圈有可能95米也可以 再下一圈说不定90米 但是轮胎开始损耗呢 你可能又不知道怎么退回来 所以这个就需要车手自己的经验来判断 所以呢这就是车手的经验了 那没办法 因为目前为止我们看这个亚洲雷诺方程式这个锦标赛呢 会在呃这场比赛里面赛12圈 那么目前看12圈在这个珠海这个赛道上面的这个积水情况呢 应该这个水泰是可以应付的来的 但是说实话我心里还一直在惦记着摩托车 我真是想说摩托车再赛一次 现在看到的这位呢就是55号的陆文龙 陆文龙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 那实际上他有始至终呢 都给了前面排赛第一位的中国澳门车手梁汉招呢 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我相信今天陆文龙其实也是觉得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希望能够挑战一下前面的梁汉招 那么今天的这个比赛呢 路面的情况呢 跟昨天有则完全的不同了 那么其实我觉得今天考量各个车手的这个 呃 选手的这些技能呢 其实是更加更加的难度更大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对他们的这个整个车辆的控制 尤其是刹车的控制的要求会更加的要求的更高 刚才呢 28号的就是佩文 现在33号呢就是梁凌佳 他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 是获得了第5名 一看眼神一看皮肤就知道 很年轻小孩 接下来是排在第7位的这位车手啊 魏超音 20号的魏超音是来自Black Arts Racing车队的 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呢 是分成A组和B组 那么A组的赛车呢 也就是新款雷诺方程式的赛车 B组呢则是老款 我们现在从刚才看到现在的所有的特写的赛车呢 都是新款 A这是一台老款的这个雷诺方程式的赛车 车手方面是日本的牧村伟支 来自于PS车队 前面这个碳纤维的盖子还没盖好 那么下面盖的其实就是前悬挂系统的中央避震器的部分 没错 那么他不盖的一个原因也是要在起步之前呢 做最后的确定跟调整 因为呢毕竟现在路面越来越干了 那么是不是要稍微调硬一点点呢 这真的是车队的工程师要和车手来进行沟通 所以说简单的一句 下雨调软一点呗 这是一句说起来很简单的话 做起来很难啊 对呀你调多少啊 你告诉我你要软多少呢 63号 这也是一台老款的 这个雷诺方程式赛车 凯飞车队方面的谢瑞林 我们提到谢瑞林呢 也是曾经参加过赛道英雄的比赛 还有TMC等等的比赛 那么目前为止他驾驶的是B组的赛车 之前他在排位赛里面 他是B组里面排位赛成绩最好的 但在昨天的比赛里面呢 他是B组方面的第二名的车手 最终的排位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B组方面其实昨天呢 排在第二位的应该是亚洲赛车队的林泰安 林泰安呢也是一位非常努力的 非常年轻的有前途的车手啊 一直也在方程式和卡丁车的比赛当中 在不断的打拼当中 宋许杰来自广州的车手 也是一位获得了相关的奖学金的车手 那么今年的能够免费来参加这个赛季的比赛 当然他也是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 最终才战胜了其他的选手获得了奖学金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镜头拉过去呢 反正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清晰啊 因为应该是没有再下雨的一个情况了 突然觉得视线清晰了好多 没错 那么比起刚刚的情况下呢 这个视线清晰了真的许多 好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场比赛对于这些小车手们绝对是一个考验 因为只会越跑越干 而且专业的赛车的实体台 那真的排水能力很强的 极量赛车经过一两遍之后 那个路面就会干得非常厉害 对 尤其是方程式赛车 它整个的底盘效应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那么在这个赛车线路上面呢 它会将这个赛车线路上那个区块的水 迅速的从赛道的这个缝隙里面吸干 或者说排到车尾的扩散器 通过扩散器直接排到空中 没错 就像一个吸尘机一样的 把赛道上面的一些水给吸走 所以你待会看到呢 这个方程式的赛车车尾的那个水物啊 是呈喇叭状的 喇叭状越漂亮 那个雨雾越成型越厚 就证明它的空气动力学效果越好 在往往在以往的F1赛事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赛车在后面 跟随前车的这个尾流的情况下呢 其实是任何的情况都看不见的 所以方程式赛车在后面必须有一盏 在雨天闪烁或长明的一盏灯 所以有些像一系方式这种 对空气动力学要求特别高的比赛 晴天的情况下 你是看不到气流的样子 但车手能感觉到 比如说接近半秒区域内 你的赛车会觉得 下压力突然就低了 赛车不稳定 所以会出现那种 明明我一圈快你一秒 结果追到半秒钟以内 就上不去了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两年的F1的转播呢 电视上面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热成像 那么和一些红外线的一些镜头了 那么它其实在后面的时候 轮胎的这个温度 排气管的温度的时候 再用另外一种方式 可以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这也是代表着整个F1 这个方程式比赛的一个进化 好了 现在暖胎圈开始了 看到刚才陆文龙呢 出这个四号温的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抱复完心 别的非常非常的远 当然他也是故意踩了一下油门 让尾巴有点甩动 一个是升温嘛 一个也感觉一下 目前的牵引力的技术 没错 那油门的开度 我究竟是要到百分之百呢 还是百分之九十五 还是百分之九十 有经验的车手 其实这一圈的暖胎圈呢 会稍微的尝试 在一些地方安全的情况之下呢 让赛车稍微突破一点极限 来感知一下 目前路面的摩擦系数 究竟是怎么样 我记得舒马赫 在当年韩国站的一战比赛当中 在安全车带领雨天的情况之下 他三次在一号弯冲了出去 一号弯是个百油缓冲区 冲出去之后呢 他回来回到自己的 大概第五位的位置上面 当时大家都说 这个老车手舒马赫 怎么老失误呢 其实他在试着一号弯的刹车点 结果安全车走了之后 一号弯他一下晚刹车 连续超越两辆赛车就上去了 这就是经验嘛 好 那么说到这个经验 这边33号赛车 在这个热身圈的情况下呢 是极限的 可能试的有一些过头了 那么现在呢 整个赛车呢 已经是调转了这个方向 梁林佳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有不错的成绩的 但是9号弯出来 过渡到这个10号弯的时候掉头 我觉得有可能他上了路肩了 毕竟9号弯如果干地 要快的话呢 9号弯一出来 直接就走路肩 然后开始扭方向盘 进入10号弯 这边11号弯又一台 其实昨天干地的情况之下 安全车带领的好多车手失误 他是怎么失误的 刹车这边有内侧的轮胎的 爆死的状况 瞬间造成车辆的失控 就是低脚刹车 很猛 猛到锁锁轮胎 但是他在短时间之内 又没有松开刹车 所以导致直接就失控 没错 看他能不能重新回到 赛车的出发线上面 我记得有一次 我练雷诺方程师是雨天 当时凯飞车队的老板何寒强说 这半小时你还能开下来 不错呀 意思就是说 方程师实在真的很难 你稍微大那么一点点油门 封尾巴就失控了 好 那么这边要看这台赛车 目前看他是可以 重新回到赛车的区域 没问题 那么他重新回到了 好 留下了一些杂草 现在这一面棋 一般叫做湿地棋 湿滑棋 或者叫油棋 对 那么代表着这赛道上面 出现了可能有油 或者另外的一些 杂物 红横相见的棋子通常就代表有液体湿滑 液体就包括了有可能有水 甚至会有油 所以呢在华南区港澳地区呢 通常把这面棋直接简称为油棋 就地面可能会有油 好 好 那么掌机关 挥动了绿旗 红灯亮起 红灯熄灭之后呢 12圈比赛将会正式开始 比赛正式开始了梁汉招继续向右切线 陆文龙呢也没能够真正的跟上 好 后面的有一台赛车没有成功的起步 梁汉招的防守动作呢跟昨天做的一回合完全是一模一样 但是比昨天来的要更夸张一些 看这边一号万千万要小心这些方程式赛车如果一旦可发生碰撞 那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参赛了 毕竟方程式赛车四轮是外路的 而且悬挂系统特别长一撞 通常的后果就很难继续离赛 好 我们来看一下四毫湾的位置 四毫湾你看积水基本上没了 对 五毫湾出湾的位置的积水也已经消失了很多 现在梁汉招的依然在前面待前 大家看到车身后的水壶还是有点大 除了因为轮胎是落入在外之外呢 也和银盘扩散起扬 空气动力权的部件所造成的气流有关 好 七毫湾这边 目前还算正常 先我们看到路里斯的四鲁和陆文龙之间呢 也有一段非常激烈的争扩 55号呢就是陆文龙 65号车手呢 应该是这个迪亚斯 迪亚斯呢 现在向55号的陆文龙发起了进攻 迪亚斯今天起步不错 按道理他应该是排赛了第八位起步的 三号赛车在赛道上已经失误了 三号的是尼伟亮 来自亚洲赛车队的车手 现在只是比赛的第一圈 陆文龙在昨天的比赛呢 一直呢都能够跟着陆汉招 看看今天失地的情况之下 那么两人在速度方面又有多大的差距 第一圈的比赛呢已经是结束了 那么陆汉招第一圈的圈速是1分54秒575 陆文龙大概慢了两秒钟左右 陆汉招真的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年轻车手 他找的感觉呢找的更快一些 现在比赛来到了第二圈 陆汉招一马当先 似乎在雨天的情况之下 目前呢陆文龙的节奏呢 有点跟不上陆汉招 现在两看着遥遥领先 陆文龙呢其实也受到了身后的迪亚斯的影响 这位就是迪亚斯 他的头盔呢是原色 买回来没有去进行这个涂装的工作 65号 那么这两台赛车的这个距离呢 是放的非常的近 好这边出大直路的地方呢 应该一台老款的赛车失控 这边他直路的速度会慢很多 出14号弯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转向过渡啊 感觉上有可能在给油准备出弯的时候呢 动作略微是有些大 初步判断是这样 这位梁浩钊已经是遥遥领先了 第二圈这边呢 他已经带出了大概有三秒的这个优势啊 湿地和干地的宣速相差大概20秒左右吧 现在反而全场的焦点呢 是落在了第二名之争 也就是说在路文龙和迪亚斯的身上 大家用的赛车呢 都是由法国雷诺车厂所生产的雷诺方程式赛车 规格都是统一的 那么就看车手本身的技术发挥了 雷诺当然也是有场队呢 参加一级方程式的比赛 雷诺一直在方程式赛车领域方面 是有非常深的这个噪音 那么来到了第三圈这边呢 一号排在前面第一位的梁汉昭的秒数呢 已经来到了1分50秒613 那么这个秒数也是非常的快 那么他跟排在第二位的55号赛车 之间的这个距离呢 已经差到了3.6秒 所以他的领域 我这边在11号的位置连续两台赛车 是不是11号弯之前的重刹车点 可能是相对来说看上去没有积水啊 但有可能是相对比较滑的 我觉得两个原因啦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11号弯那边 其实的赛道是向右侧倾斜的 那么赛车在那边的时候呢 其实他的两个前轮的这个附着力并不一样 那么在同样制动力的情况下 附着力越少的那个轮子呢 他的这个锁死的情况会更加的这个明显 而这位是詹家图 那么这场比赛呢 他也是作为凯飞车队的教官出现呢 他们的主要跟的就是这个谢瑞林 我杀不住 完全杀不住 只能冲性缓冲区里面 好那我看这边又要出动这个救援车辆 那么赛事会不会全场出示安全车的这个旗子呢 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到比赛来到了第三圈 11号弯这个刹车点的位置呢 的确相对是比较滑的 而且这是一个试图出这个频发的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区域啊 那这边的话 连续几台赛车在这边出现了一个失控的状况 毕竟11号弯呢 是从10号弯冲出来之后 一段直路之后的一个非常高速的重刹车点 好安全车现在已经驶上了赛道 那么安全车现在要带领着全场的这个赛车 安全车出动呢 相对而言对于梁探钊不是什么好消息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节奏非常好 而且他已经拉开了4秒钟的差距 但是对于陆文龙 对于迪亚斯来说呢 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为通过安全车的帮助就能够追进前面第一位的梁涵招 布莱德底亚斯呢 目前是在第四 魏超音在第五 梁灵加第六 洪诗杰在第七 战家图过去几年呢 主要是参加CTCC的房车赛的赛事 代表一支场队参加比赛 今天这个雨天呢 注定了我们安全车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不了解赛车的话 可以有这个比较 你看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安全车是一台普通的原装的 没有做过任何改装的家庭轿车 它的高度呢 大概也就只有1米6到1米7这个高度了 都我相信1米6因为房车大概1米6左右 那么你看现在我们画面上这个这个这个方程式赛车只有他一半的高度 可想而知这台赛车的这个离地的这个距离是非常非常小的 还有一半的高度最顶端 其实是只有那么一点点部分在上面 大部分有重量的包括车手全是在下半部分 但是像房车那毕竟最高的部分是一大块铁皮啊 没错没错 那么这个最高的部分呢 是这个方程式的这个进气口的这个位置 还有唯一的位置 那就特别特别轻 进气口的位置呢 同时也是这个防滚架的位置啊 也就是在发生万一发生翻滚情况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防滚架的最顶端的位置 会和车别的一个位置呢 形成一个三角区域 这是个保护区域 就是说如何翻滚都要保证 车手的头部不会撞到地面 而且呢防滚架也能够作为吊车的时候的 一个最重要的受力点 不过赛道路面实际上是真的是越来越干 如果这个天气摩托车真的可以比 对如果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摩托车就真的是可以重新来参赛了 不过取消了就是取消了 没有办法 反而我现在更期待下季赛的到来呢 因为六月份的时候下季赛的时候 如果是少了一场积分 那么大家每所有的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车队都会珍惜 未来的这四场车 而且经过了第一场的比赛之后 没有能够获得理想成绩的车手车队 一定会加码的 我现在想到这个车队的这个头路啊 真的非常期待下季赛的这个到来 花钱如流水啊 你的心已经飞到下季赛去了 好多话我现在不想再说下去了 春季赛还没完 雷诺方程式还在跑 你的心已经到下季赛去了 好梁汉超现在仍然是第一 陆文龙第二 那么在安全车带领之下 当然是不能够超车的 那么但是大家也在不断的坐暖胎啊 因为方程式赛车 对于这个轮胎的温度特别特别敏感 所以要理解这车手们 为什么他们的动作做的这么发生 那么以我对珠海赛车场的了解呢 那么现在这个安全车辆带领的这个时间呢 已经够长了 那么等一下我们看到 在去到11号弯的时候 应该救援的工作已经完毕 那我相信如果没有出现其他的意外的话 那么这一场这个雷诺方程式的比赛呢 将在下一圈正式的恢复正常 那么在雷诺方程式的比赛结束之后呢 现场马上就会进行 刚刚进行过的所有比赛的一个颁奖仪式 这场比赛呢一共是跑12圈 现在比赛只是来到了第5圈 而且呢是在安全车的带领之下 安全车一带这个圈速就掉到3分04秒8秒 但说实话安全车带的3分04秒08秒这个秒数 如果是以一台原装车的角度来讲的话 在赛道英雄这个组别其实也不算最慢的 在这个雨天的这个秒数 这台安全车如果放开跑三分钟以内是可以的 安全车现在还在带领 后面的梁汉昭呢 也在扭动着方向盘 要保持那么的尸体态的工作温度 对那么如果安全车的顶灯熄灭的话呢 应该会在10号弯出弯到11号弯之前那个位置顶灯熄灭 那么现在所有的赛车来到的是9号弯的这个位置 那么住在赛车场呢是一共有14个弯道 好如果安全车这圈回来的话呢 那么将在这个区域顶灯熄灭 没错顶灯熄灭了 那么这一圈安全车将会回到维修区 后面的所有这些赛车立马暖胎的动作突然间就加码了 没错没错 那么等一下呢这边呢 会将赛这个赛车呢会将这个速度放慢 那么等一下给自己的这个提前的加速呢 留出一个足够的距离 好我们看这个1号的梁汉昭呢 已经不停的扭动了这个车辆的这个角度 来增加这个轮胎的温度 而且呢他故意放慢车速 把这个安全车放回了维修区内 我们看梁汉昭呢会在哪个地方开始加油 应该近14号弯之前没错 他已经率先开始加速了 比赛呢正式的重新的恢复 那么进入到了第5圈 现在第一位的是梁汉昭 第二位是陆文龙 第三位的是布莱德迪亚斯 第四位是刘亦斯 第五位是魏超音 然后是梁宁佳还有洪世杰 进入到1号弯 大家基本上还是相安无事啊 第一位的梁汉昭 现在呢应该已经是驶向了这个4号弯的位置 一个重刹车点 4号弯的刹车线的区域呢 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积水了 我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第二位的乌文龙 略微的转向不足多了一点点 还好他的牵引力呢还是能够拿回来 所以出弯速度还不至于太长 但迪亚斯呢一如既往的在身后呢 给了第二位的乌文龙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呢就是第四位的刘亦斯 刘亦斯在这里送内线 其实7号弯超越的呀 对7号弯他这边完全是不够做出这个超越的一个动作 他硬来还好没有发生碰撞 他如果硬再进去的话 其实很容易会发生碰撞 又来9号弯再来一遍 对曹音现在斗志相当的高昂 第一位的梁汉昭一如既往的又拉开了一段的拳 距离 好了来到了刚才呢事故频发的11号弯的位置 好那么完成这圈之后呢比赛也已经破罢了 卢文龙仍然是守住了第二位的位置 迪亚斯呢在第三刘亦斯第四 然后是被超越 也不过来说呢刚才是刘亦斯呢 发起了比较猛烈的一个进攻的动作 现在比赛是第六圈 很快会进入到了第七圈 哇梁汉昭雨滴真是无敌啊 哇他们现在要留意一下就是路面越来越干的情况之下他们的磨损情况 好这边 好这边 第一个马途赛车路易斯 那没有办法冲出了赛道那么还好他有一定的速度可以 他有经验呢我觉得他是觉得要进刹车就换进去我就不刹车了 对反过来但是这边基础实在是太大了 突然把这台方程师赛车当拉力赛车来跑 但是回来他已经失去了非常多的位置 这样的话路易斯呢就退出了前面的这个位置的竞争了 整个的这个今天比赛的颁奖台的区域他有没有办法去竞争吧 梁林佳目前是在第五位的位置 不来得提亚斯继续向路文龙发起轻功 梁瀚赵已经跑得很远了 梁瀚赵现在的领先优势呢估计也有在三到四秒钟左右 怪得梁瀚赵赛前接受采访这么淡定 很有信心 哦 首先这边11号弯 又一台赛车冲出了赛道 对应该是迪亚斯的赛车 竞争的速度过快了结果导致了转向过多 迪亚斯这样的话呢 路文龙的压力呢突然就少了 又后轮在沙石区里面缩影 他根本没有办法推到比赛当中 而且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呢略微是有些危险的 车头正好是逆向对着行车的方向 现在第一位是梁瀚赵第二位陆文龙 迪亚斯退出比赛了 然后是梁令嘉 梁令嘉之后呢 还有17号的洪世杰 洪世杰呢现在上升到了第四位 洪世杰和梁令嘉之间 看来洪世杰的已经是超越成功了 在六号弯的地方已经超越成功 但是梁令嘉并没有放弃啊 在七号弯的位置呢 反超前搞定好安全车出动 因为刚刚在十一号弯那边 发生了一个事故 那么基本上安全车这边 还是为了安全期间还要重新带 好这边九号弯再来一次啊 互相换位成功 梁令嘉呢现在应该是回 哦不过他的入完太快了 影响了出弯速度 嗯但是要留意这个地方呢 已经是挥动了黄崎了 我想知道九号弯有没有黄崎 如果九号弯没有的话呢 其实洪世杰这个超越应该是可以的 目前我刚刚看到 按道理应该是全场 对按道理是全场 可是在九号弯那个 他超车那个时刻 是没有黄崎出动的 没有黄崎出动 但安全车出来 也就是说全场黄崎的时机 略微有些延迟 但是我们看到 你看让过去了 应该是 那个时候应该是有黄崎出来 有安全车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就要把位子让回去 或者是车队也是告诉他 现在安全车出动 尽管九号弯可能没有看到黄崎 但是为了 未免赛后的一些 基本位置让我让回去 这样主动让回去呢 其实赛会仲裁就一笔勾销了 不会再对你的行为进行出发 好那么来到第九圈的时候呢 安全车再次出动 那么这已经是第二次出动安全车了 那么比赛呢 还有大概三圈半的样子 那么接下来看呢 梁汉昭 好不容易积攒的 大概有个四秒的 这优势又一下没有了 在未来的这个最后的三圈半 那么我相信安全车带一圈回来 两圈半的比赛当中呢 应该是会出现一个非常紧张的情况 这是刚才十一号弯出现了15的迪亚斯的赛车 它就差那么一点呢 一进去的时候 速度还是略微过快的 如果速度够快的话 我相信安全车等一下 从10号弯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就熄灭顶灯 安全车直接回去呢 有可能 因为其实这台车基本上已经掉出去了 那么现在安全车的位置 已经来到了10号弯的这个位置了 没有这边刚刚是9号弯 8号弯到9号弯 很有可能安全车会在这一圈回去维修区比赛 将继续进行 那么还有三圈的机会 也就是说那安全车 有可能会在10号弯和11号弯之间 会灭掉车顶上的警示灯 因为我们刚刚从画面上看到 出世的那台赛车 已经被迅速的脱离了赛道 好了 现在出了10号弯 看安全车的顶灯 我觉得应该会是熄灭了 进入到了11号弯 暂时还没熄灭 那有可能还要再带一圈 现在最快迅速的是梁汉照的1分49秒526 1分49秒526已经比很多很多的房车赛车要来的快了 而且是在雨地 雨地 湿地胎 而且还是相对软一点的调教 车队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注意他们的车手的表现 安全车还要再带一圈 因为这已经是14号弯了 安全车已经不可能再上一圈回去了 只能够再多带一圈 多带一圈回来之后 应该就进入到了11号弯了 也就是说还有两圈 在我们以往的饭珠比赛里面当中 其实安全车在方程式比赛里面出现率其实真的还是很高的 给我感觉好像现在的雨是又重新下了起来 因为我看到安全车的雨刷器不停的摆动 其实这边的雨应该是就重新开始再下起来了 那么内诺方程式的比赛结束之后 其实珠海赛二场还有其他的一些赛事 要继续地进行当功 现在车群通过了7号弯 车手们其实心中也大概能知道下一圈应该比赛会恢复 一个是车队通知 一个他们说通过11号弯的时候 提醒能基本了解这个事故的清理的情况 好了安全车车顶的警示灯已经熄灭 也就是说的比赛将会在下一圈恢复 那么还有最后的两圈多的距离 那么我们看到之前一路领先的梁汉昭的优势 已经被削弱掉了 那么看他最后的两圈多的比赛 安全车带领的情况之下也有车手冲出去 车手自己也很傲魂 拍了一下自己的方向盘 这是华苗10号车 来自于旋风车队 那么他也是2016年亚洲内洛方程式系列赛B组的年度亚军 那么也是一名非常有经验丰富的车手 好比赛恢复 森汉昭 两站 事件热 doubt 初跑 然后还有另外一台 受不到他的影响 你看看继续加油 千万别收邮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回到明赛当中 但是明四就已经掉得非常厚 那洪世杰的赛车 我们应该是看错 应该不是洪世杰的赛车 好那么这边10号弯 这边呢会 洪世杰 33号的这个就是梁凌佳的赛车 梁汉钊呢依然是一马当心 陆文龙整场比赛 在雨天的情况之下 是没有办法给梁汉钊制造压力 10号弯 11号弯 这边出事了黄崎 那这边又是不容易消责 两台同队的赛车 发生了一个碰撞 又是想要找草地 想要出去 这边很难 因为草地里面的积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方程式的底盘太深了 太低了 对对没错 你看这边 马上就被吸住了 好比赛已经来到最后一圈 这样的话 它的侧箱里面的什么散热器 水箱之类的其实都会受到一定的污染跟损失 好不过还是很弯强 15号赛车 那么来自也是B组的车辆 我想安全车又出动了吧 28号呢就是佩文 不会的最后一圈安全车应该不会出动了 雷诺方程式这场比赛最大的黑洞就是11号弯 没错 11号弯跟12号弯这个区域了 1号弯还好一些 其实1号弯也有赛车冲出去 但是都是旧了回来 好这边来到最后一圈的7号弯出来 那等一下我相信赛会一定会出自10号到11号弯这个区域这边的一直都是黄崎 禁止任何车辆的超越 毕竟现在领先的车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 你在出动安全车已经没有意义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对 好那么争夺第三名的这个激烈的这个这个位置还是非常激烈的 最后一圈这边10号弯出来就不可以再超车了 20号的就是未超音目前的应该是在第三位的位置 对那么这边的从10号弯一直到11号弯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两个弯道是禁止超车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好那么这个弯道转完之后到了12号弯 那么就会有预期挥动比赛就可以再进行超车 那么但是这条直路的超车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小 因为在这个区域驻碍赛场是非常难超越的 好那么比赛结束 这边1号赛车 梁汉招 在这个周末连续两回合的比赛都拿到了冠军 非常非常的艰难 其实今天这边14号弯出弯又发生了一个转向过渡的情况 还好没有发生一个碰撞 梁汉招第一陆文龙第二 那么路易斯第三也就是说最后时刻实习上魏超英出现了失误 调到了第六位的位置 没有了颁奖台的这个机会 这场雷诺方城市的比赛也真是称得上是意外连连的 安全车带领之后出现的意外 我相信和现场可能加大的雨是有一点关系 那么本周末在珠海的这场雨啊 给这个饭珠春季赛的这个第二回合带来的确实不小的影响 最遗憾是摩托车的比赛呢 直接是被取消了 没有办法正式开赛 虽然非常遗憾 但是我还是非常支持赛会的这个决定 因为从后来的比赛来看 这个赛车场上面 这个赛道上面的积水 跟这个情况呢 确实是非常的危险 那么完成了这个比赛之后呢 所有的赛车将会进入到这个验车区 那么排在前三名的这个赛车呢 将会停到颁奖台下面这个区域 两个人还在讨论 你不应该把这个方向怎么样去打 詹佳图在雷诺方程式 当年他跑的时候 那可是非常的威风 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他现在更多的是以教练的身份出现在这些比赛 专演之间 他都已经成为教练了这个角色了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雷诺方程式的时候 他还是被誉为香港的一个新兴 作为一个培养的一个角色 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 在雷诺方程式的比赛结束之后呢 稍后现场还会进行一些颁奖的仪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雷诺方程式的最后的一个名字 梁汉钊在第二回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 陆文龙呢和昨天一样也还是亚军 然后是刘易思刘嘉年 谢瑞林最终也能够获得第五 魏超音的最后时刻 调到第六位 然后是陆浩文以及林泰安 梁凌嘉那么曾经呢 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啊 最终也只能够获得第九名 里面是一个比赛当中获得第五位 让我们来迎接入 第二个比赛当中获得第五位 请问他在一个比赛当中获得第五位 听到一个比赛当中获得第五位 时尤其是一位 对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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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我去駕駛 每次都被駕駛 我做的是 不需要抗招选 我去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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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一样 谢谢 今天是最高的套战 在西方中的车 如何玩跟昨天運用的輪胎和今天運用的輪胎 你覺得有一點難用的輪胎嗎 你有任何想法用輪胎或者輪胎嗎 Thank you for the ASIA Racing Team and my sponsor mom and dad but it's my second day driving the rain, second time so the car was not really steady for me 所以我有很多工作 但是我只能继续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 再继续保持冷静 谢谢 第三个问题 Ruiz 你又在第三个位置 昨天 你如何继续保持冷静 今天 肯定继续 I know they've helped me a lot since they qualified they've found a solution to make it work under the rain so love, so a big thing to them After staying on track I didn't say on track I did a huge mistake myself and I was pretty mad at myself for making this mistake because I shouldn't have made this mistake 我认为我终于13天的赛号 我认为我赢了安全卡 但是我幸运了一些赛号 但是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赛号 我觉得它是一种最有趣的赛号 有很多赛号 然后我认为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赛号 谢谢 谢谢 下一条问题先问你 昨天你得到冠军,今天你也是得到第一名 今天的那个比赞,其实对于很多车手来说都有提分 你是怎样去守住你的第一名到终点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车队,还有我的教练张佳 然后他们给我设计一部非常好带的车 如果在雨地中保持这个状态的话 其实前两个星期我过来练车的时候是有下雨 然后换一张是练车的话是出炒一种天气的 但是当时觉得很败乱 但是可能对今天比赛的时候 其实还是拿了一个,就是利用那种事情 就是之前我们的雨滴的经验 然后其实都好乎没有什么 只是保持很稳定的去让自己安全 然后慢慢地去扶持自己 然后慢慢地往上追 然后就是这样 谢谢 下一条问题问,你昨天拿到第三名 然后今天就在雨上的赛事拿到第二名 你觉得今天跟昨天的那个比赛有什么 然后就是分别的 我感觉今天的比赛因为夏宇的原因 所以比赛场地更加混乱 会有许多车打滑出去 然后Safety Car 红旗 但是我对今天自己的表现 其实并不是很满意 因为对于雨地我练习的不是很多 而且雨地的话 我还是有许多不足而处 但在这里还是要感谢我们车队 给了我一部非常好开的车子 然后最终的问题 我今天看到你一遍 一遍 然后 你觉得你不能坐在桌上 你能不能坐在桌上 今天 在这次的车子 首先我要感谢 Becca,Jergen 和所有的朋友们 在VSRacing 给予了一个很好的车子 这次的车子 非常感谢 然后再次感谢 每个人在 AFR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次的 2017年 然后回到你的问题 是的 其实我已经坐在两次 好感谢 谢谢